大家好,说一个奥运会的相关趣闻 因为我本身呢,对于体育运动啊,并不算是特别关心啊 我也基本上不看任何比赛 所以呢,基本上只能聊一下八卦 是这样的啊,8月3号晚上呢 巴黎奥运会的女子乒乓球啊,决赛 单人决赛是咱们的两名选手 一个是孙颖莎,一个是陈梦 两人呢,等于是中国队内部决赛啊,冠军亚军 最后呢,是以陈梦啊,已经应该今年30岁了,对吧 战胜了这个00后,他们的孙颖莎 但是这个事情呢,非常吊诡 就是两边啊,都有自己粉丝 当然还是孙颖莎的粉丝更多 为什么是00后,00后天然就自懂得怎么去获得流量 而且确实实力也非常不俗 据说呢,当时现场观众80%啊,都是支持孙颖莎 说偶尔呢,能听到一两声,说支持这个孙颖的 陈梦的,说陈梦加油啊,什么的 导致呢,外国的这个记者,比如法新社记者啊 就问他说,为什么大家都支持孙颖莎,而不支持陈梦 然后呢,有人解释嘛,说这是中国的饭圈文化 就是我们家五项喜欢的,我就无脑支持 不论怎么着,我都支持他赢 他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 当然了,他的粉丝啊,也非常的有底气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如果说啊 这个孙颖莎这次奥运赢了 就是守卫00后的大满贯得主 所以这个事呢,就引发了讨论 因为一旦陈梦啊,不是一旦了 就是陈梦赢了之后呢,就已经赢了 赢了这个冠军之后呢 很多人对陈梦进行了攻击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孙颖莎的粉丝 就是要不是你,我们家这个孙颖莎就得了大满贯了 你把他这个成绩啊,打破了 你就是大魔王 导致呢,很多人对这个陈梦啊,进行了攻击 比如这个啊,孙颖莎的粉丝呢 五问陈梦,一问陈梦 说孙颖莎一人三项,精辟力尽 你称人之威,人已何在 二,说呢,全国粉丝都在期待 孙颖莎女单手金,你击碎 全国人民希望,大义何在 你看,全国粉丝都在期待孙颖莎女单手金 他又把这个全国人民都给裹鞋了 问题是,你们家孙颖莎的粉丝,那关我陈梦的粉丝什么事呢 当然我不是陈梦粉丝啊,我就说 粉圈文化一直啊,爱玩这套 才一捧一,反正我们家粉丝只要能让他赢 我愿意无所不用其极啊 三问陈梦,你作为孙颖莎前辈 只为一己私欲,强夺 利益,礼益何在 为什么,我就不懂了,这个陈梦 为什么他去战胜他的晚辈 就是为了一己私欲呢 为什么这就是私欲呢,那假如说啊,这个孙颖莎战胜了陈梦 我可以说,这个孙颖莎是为了一己私欲 这个逻辑,我觉得完全不存在嘛 说四分陈梦啊 四年前,国家队教练,还有队友 给你安排了一枚金牌,现如今不知回报 人终于何在,就说之前已经拿过金牌了 为什么这回你还拿金牌 就是你拿了一枚了,你还不知足,是不是贪得无厌 他说呢,就是你上次的金牌都是那个国家队 让给你的,你这回这个就是说不值得 这个报恩,他们已经预税个立场啊 就是这回国家队已经内定了,就是说孙颖莎 抵得,不是陈梦德 拿了这枚金牌,好吧,我觉得这一下把这个中央国家队啊 给架在火上烤了,我们到底有没有啊 这种打假球,对吧,这说难题就打假球嘛 五文陈梦,孙颖莎呢,带病上阵 你心安理得甘之若疑,良心何在 此五文,望陈梦解答 你看这个饭圈文,饭圈文化啊,这个四必四很强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有人说啊,有人说啊,这太逆天了啊 就是孙颖莎粉丝这本人很逆天 比如说有人这么解读啊,说陈梦背后有高人 这是肯定的啊,身强心心 但是不是特别强,是偏强 带了一枚翡翠,五行为木,金刻木 刻中有泄平衡,其偏强本命心金 达到综合平衡 如果是用水来泄,就有点过啊 就拿那个五行八卦论这套东西啊,来给你解释 当然应该是紫微斗树啊,反正我不懂啊 为什么他因为带了一枚翡翠嘛 这枚翡翠据说还是这个他父母呢 给他花了好几万去定制的 他说这名原型翡翠很符合法器形状啊 当然这是表面文章啊 这娱乐圈反正就是说这帮很多高人啊 他人说啊,基数局啊,就是基数这个比赛 就把这个翡翠亮出来啊,偶数比赛啊 就把翡翠放进衣服里,哇,这是很牛大师啊 还说这个肯定是帮他找大师了啊 特别是他有香港人脉啊 香港那边是有特别牛大师的 你就可见吧 我这这边粉圈粉丝脑里都啥玩意儿 都祥吗,都屎吗,我就服了啊 这种封建迷信还往里带啊 还说很明显啊,陈梦这穿搭啊 白鞋白色为金,翡翠项链为木 说连丢两分还故意把翡翠啊 从脖子里掏出来啊 黑色裤子为水,红色衣服为火啊 金木水火啊,还给你弄一通啊 我操,又逼了啊,又尬死了啊 你看当时现场还有这观众啊 你看就这,这这观众还冲这个陈梦呢 比中指啊,比中指 这是思议沙粉丝,冲陈梦比中指 说当时现场啊,陈梦获得金牌 现场观众大喊退票,退票啊 天呐,这是太恶心了,太恶心了 你看旧人说了嘛,说这帮人很无知 为什么呢,你绝对不能让球 你让球就被外国媒体抓把柄了 你看,你看让球了,对吧 哦天呐,你这个东西 是吧,你们中国队是不是要打假球这个嫌疑 你们要有点,稍微有点家国大义 你就知道不能让中国队丢这个脸 你要真让球人看出来了 那这不就是丢脸嘛,对不对 那时候你还得怪,怪这个陈梦 说这个,你怎么让球 打假球你不演得逼真一点 你演技太差了 反正怎么都能怪这个对方身上去 这个粉丝逻辑就是这样的 还是这个嘛,对着陈梦鼻中指 陈梦粉圈,哎呀,我真是服了 我真是服了 你说干嘛呢,对不对 不都是中国队员吗 还有人说啊,说给这个陈梦定制绿色翡翠大师 你是怎么忍心下得去手的 为了钱就可以补择手段吗 无语了 你们觉得好笑呢 就是因为我打盘一下 就是他们其实把一套迷信的 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一些东西 作为了一种能定胜负和因果的 这么一个重要的判断事情走向的依据 就如吃饭喝水一边 他们认为这当然是发生的了 对吧,这个事就是这样的呀 这种感觉 但是我一想,这不是封建迷信吗 对吧,你们会把这种东西当成一个 所谓的一种重要的影响因素呢 就是一本正经的活八道 这种感觉 说这个一点思维心都没有 就为这钱 是为了这钱去修行的吗 让凡人喊你大师吗 为了钱不择手段 有一天你会因为钱下地狱的 多么美好,多么善良 多么努力,多么纯洁 多么干净的小女孩 就是这个孙影沙 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身为一个有修为的人 要去干扰这么美好的人 发现给他这个偶像呢 预售了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buff 体制内靠人脉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花钱 对吧 你就没有菩萨心 菩提心啊 就这玩意儿 好吧 你还别说 确实还挺好看的 人家说 现在带货广告都这么卷了吗 这是那个高人想的高招 人家说 我压根不知道什么饭圈 你们老一提这玩意儿 不提他们会死啊 人家说 你不知道并不等于他们不存在啊 这是一种集体无理性 集体降制的火点形 好吧 再说一下其他的这个奥运新闻 然后呢 这是今天刚刚的新闻啊 这是樊振东以4比1 赢得了咱们这次奥运会的南单冠军 刚才评论啊 说啊 这个不是一般的大满贯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满贯 多年的这个冰毛球 上面支霸 让他拿下了几乎所有的冠军啊 让他成为了冰毛球历史上的一个封碑 好吧 然后呢 我并没有什么过多可说的 因为我并没有看 为啥呢 因为我已经很久不看任何体育比赛了啊 我只知道很牛逼啊 非常牛逼啊 年仅二十七 对不对啊 或者这个成绩啊 应该说还是人家觉得未来啊 大有可为的 所以咱也为了不搂起啊 咱就不做过多评论了 看看这个郑亲文啊 拿下了奥运网球冠军啊 被称为呢 将成为啊 中国最具有商业价值的第一人 这个也看起来 可能要超过拐龄 我们的古圣人啊 据不完全统计呢 目前啊 手里至少有十个品牌的赞助 包括耐克 蚂蚁劳利士 威尔胜 麦当劳 伊利 斯维斯啊 贾德利 八王茶几 蓝口等等啊 这位拿了之后 对不对 那可能就更进一步了 嗯 之前能拿这个成绩呢 基本上只要拐龄啊 拐龄你看到他的任何地儿都拐龄 买个衣服有拐龄 买瑞幸有拐龄 哪有的拐龄 对吧 但是呢 你要知道这是网球啊 网球他和这个冰雪运动啊 和不太一样 冰雪运动呢 基本上更适用于说这个秋冬季 可能还好啊 但是网球就是 365天 谁都可以打网球 网球是可以一直打的 所以他这个品牌价值啊 我觉得应该要更胜于拐龄 但是他的个人形象 可能确实没有这个 这个这个拐龄那么好 是不是 但是古拐龄这个 是吧 首先有一个洋人身份 你可别跟我说 拐龄是中国人了啊 人家从来没有 这个成人过自己 入了中国国籍 一提成是很尴尬 那时候一堆人啊 新生蛋说啊 拐龄现在只是 这个退出美国国籍 这个东西啊 他没有供不出来 等半年 半年之后就好了 怎么办 一查还是没退啊 这还是美国人 人就是吃定了 我既要当中国人 也要当美国人 对不对 那你这么一笔的话呢 是吧 我们这个纯中国人的 这种组合 是不是看起来 那是更有一些现实意义 有人说到了吗 说这个虽然项目以下 古拐龄的收入更高 但是国籍问题呢 始终是根刺儿 而且冰雪运动呢 具有这个季节性 对不对 你要这么一笔的话 网球的翻译性啊 会更高一些啊 你看现在 从这个目前来看啊 像耐克啊什么的 都把这个正亲文 当成主力明星来推 加上现在这个成就啊 说耐克啊 想收紧钱包 已经很困难了 而且现在确实啊 说实话 打网球的人啊 家境都不差 一般来说 都是家里有点钱的 都是中产家庭 拿来作为主要的运动来培养 提升气质和体质 也会拿来社交 其实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啊 这个我承认啊 你看现在呢 打羽毛球 一般来说呢 门槛更低一些 为什么呢 它对运动量的这个消耗更少 你可以莫过于什么的 但是网球就不太可能 那你就走要跑走要跑 而且你必须有很很强的爆发力和耐力 都得有啊 这个不是这个羽毛球能比的啊 所以网球打的好人 对不对 肯定啊 不论是这个体能啊 对吧 还有这种气质啊 都会更好一些嘛 你看对吧 这个形象确实也不错 话说来 前次的倒看那个正亲文呀 在推特上面呢 有人就说 哎 这这这姑娘长得怎么像那个 就是NBA的科比 坠机的科比 布莱恩特 长得确实呢 有点像啊 也挺黑 对吧 鼻帘啊 高挺程度啊 这个脸颊这个骨头啊 是吧 面馅骨馅 确实挺像的 说他爹 当年为了培养这个正亲文呀 家里连这个老家房子都卖了 前前后后花了两千万 花两千万 培养的正亲文 说他爹呀 这十几年来 全力支持女儿 有了回报 精诚所致 今世未开 对吧 说国际上呢 基本上也会倾向于啊 使用这个网球运动员 来当他们投明星 比如说这个 美网公开赛 埃马拉杜卡努 我就成为了保时捷的代言人 但这个代言费 可能给的很高了 咱们这个 目前可能还行啊 就把握查几 当然耐克也很强了 就很强了啊 说2023年呢 福布斯公布的这个体坛 最高的运动员 收入排行榜 正亲文是170万美元 比赛奖金和550万美元的赞助收入 排名第15 嗯 行吧 我觉得未来还是大我可为 好吧 今天的奥运新闻说这里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收藏订阅 常常推荐 一键三连 谢谢大家